好那我們鴨船再繼續往前走 這是奇緣 那奇緣這一區呢 他每個人都從哪邊到哪邊是奇緣 大概呢就是八百四個跟八千條路這一區 我看到我要吃的東西了 這個東西很酷 他就是像是 takoyaki一樣 但是他是用個餅這樣子包起來的 這裡啊就是只有一種餐點 全部這裡的東西啊 都會在這一個裡面 他會先為你聖誕都可以吃 然後他這邊也是可以做成素食的 然後他這裡的其他桌的桌位 都有一個假人的綠色 好怪異 好來我們點了餐來了 你看他就是這樣子 這麼大一個耶 據說吃起來像是章魚燒的感覺 他的味道蠻像章魚燒的味道的 因為他在外面烤的時候 我就有聞到那個章魚燒的味道 然後他這個裡面 就是有這些東西 好像大阪燒的味道 大阪燒 大阪燒 那個味道 應該是醬的味道吧 對就是那個醬的味道 這很特別啊 這之前來京都這麼多吃 我都沒有吃過 我試起來比較像章魚燒 對 你看我把這樣弄了一堆 就變章魚燒了有沒有 可是沒有章魚 對 有牛肉 這家這間店 有三個假魚 可以吃飯 一起拍照嗎 鏡子 在我們剛才吃那個東西的地方 旁邊呢 就有這個 京都奇緣油便局 小油局 對 這是這邊的一個特色的油局 比較深合 那個後面的綁帶什麼意思啊 不知道 它就是有分 比較正式的綁帶的方式 然後或者是 比較休閒的綁的方式 夏天它是比較薄款的 它綁的另外一種方式 對 我看過的是在講說 預防自己的七次出軌 就會綁的很正式 對 就你 因為這很難綁 然後所以 回到家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個綁的有點不一樣喔 就會懷疑說 它是不是有點這樣 之類的 可是在京都這裡啊 都大部分 都光光客人會傳出來 可以看到很多外國人的傳 下一個地方 我們來這個 伊藤九又味門的 這個抹茶店 我要來吃這個冰 這看這看 它這邊有很多種口味 對 就是像QQ的東西 櫻桃 抹茶 抹茶跟草 好嗎 Miphy的店 可愛 麵包 對 它有賣這個Miphy的麵包 很可愛 我們這趟路都摘在這種 可愛的東西上 平常不會買東西 要買一顆嗎 一顆一百塊 一顆一百塊 真的耶 我們平常三顆一百塊都不買不下去 這一顆一百塊 在日本真的是很容易摘在這種 可愛的小東西上面 對 而且他們這裡也很多東西寫 什麼什麼地方限定 真的 看到限定就好想買 還好我看到的傳錢 把它是冷住的 這個好可愛喔 那我們現在走一走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花劍小路的這一條街 然後等一下走進去呢 裡面的話就更有京都歷史的感覺 在這間區也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人穿得很複 或許可以看得到 真的 應該不 你看越來越多人穿的 那花劍小路呢 它是日本這邊最知名的花街 這邊呢也是觀光客 到了京都的一個 閉房的人氣景點 對 然後這附近也有很多米其林餐廳 跟甜點店 還有不接受一間客的茶屋 然後這個花劍小路這邊呢 竟然因為有非常多觀光客 會去跟在地的藝記們 就是去拍照啊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不高興 對 蠻不禮貌的 對 剛剛我們走進來的路上 它現在也是開始有一些招牌 是說你不能到人家私人的場所裡面 去拍照這樣 像有一些餐廳 那也是不能進去的 對 或者是私人的小巷子 那個也是不能 看它這裡就有一些名字的牌子在那邊嘛 它就是有登記的茶屋 然後我看那個武器家的料理人啊 它那個一個一個的名字就是武器的名字 所以我可以拿牌子說 我不知道它你要怎麼選 小愛 小英 你要找誰 小善 它那個都是要預約的這樣 剛才那邊有一個小巷子 對 它那邊就真的是有一個牌子 寫說不能牌子這樣 對對對 那未經許可的話 會罰到一萬塊喔 對 那邊這裡有一個街在拍照耶 哇 但這一條真的是好美 我們現在走到快要接近二連版的這一區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法官司 它這個是日本第一個的普塔 三胖明顯的 我們剛才從這邊走過來的 是東大陸走過來 走到這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這邊就是二連版三連版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會再走到提神室那邊 我們在這邊發現一個很好的拍照點 就是從法官司那邊再走上來 往二連版的方向走 因為它那邊是個斜坡 對 所以就可以排到斜坡 然後左右兩側的法官 然後跟法官司這樣子 對 很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大家都在這裡拍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一條呢 叫二連版 那從八版神社呢 要走到清水寺 會經過一連版 二連版跟三連版 那有關三連版的一個說法呢 有很多說法 但是現在比較多的說法呢 是在去子安寺的路上呢 會經過三連版 那子安寺呢 它就是一個求生子平安的一個寺廟 那所以呢 產寧版的產呢 就是生產的意思 那寧呢 就是安寧的意思 對 所以那邊就叫做產寧版 那後來就變三連版 就唸著唸著就變三連版 在二連版這邊的一些巷子啊 很多賣甜點的店 還有金錢品的店 還有茶屋 然後連台灣的購茶也 那我們現在走到階級階梯的 一個Starbucks Starbucks沒有仔細看是會錯過它 但這裡是一個非常著名的 一個Starbucks 對 京都風格的Starbucks 買杯咖啡來喝 好像適合買個心趴客杯喔 我當地人都在吃 來吃吃看 這個我沒有看過介紹 要在這裡面吃 現在星巴克的對面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這家店啊 很多的高中生在這裡排 是糰子還是地瓜嗎 哇是糰子 大糰子 很好吃你三遍啊 我還不知道 我們應該要吃的是那個地瓜才對 可是我剛剛看到很多高中女生在吃啊 他就說很甜 真的很甜 那你吃兩顆我吃一顆 要不然高中女生吃一顆 對 發現第二個 在這邊排早排 那樣的地方 就是在二年版 這個街 因為這邊應該是一個第十 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它有一個圈非常地漂亮 應該是說 京都很漂亮 然後剛才那兩個地方是很漂亮的 你就會看到很多人 下來就是那邊了 好那我們現在出二年版這邊 再往上走呢 就是 慘年版 又有人叫它是 三年版 那在這邊有一個 都市傳說 就是 如果說走在那個階梯的時候呢 在那邊跌倒的話 在三年內就會死掉 對 這個是個都市傳說 對 或者是說 在那邊跌倒的話 會折瘦三年 那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一條呢 是一條 祈求自己的小孩 平安的一條路 那所以呢 那你真是會有什麼怪心 所以呢 就是要提醒 那些孕婦呢 他們在走路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所以在這個斜坡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 賣葫蘆的店 那葫蘆又有風雄化氣的意思 因為你看 他跌倒了 就有在力氣 對 所以如果說 那邊跌倒了 趕快去買葫蘆 然後在這個二年版 走到三年版的這條階梯上呢 他的兩邊就是很有 京都風情的日式建築 就有賣一些這邊的伴手禮啊 或者是一些甜點店啊 或者是京都這邊特的店 真的很漂亮 這個小小一條路的人超多 超多的 不過來這裡走路真的是 要小心一點啊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很多人邊走邊拍照 所以很容易跌倒 而且又是疫情後 開放了 對 左邊 然後現在就超斯國人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在死 我也不知道欸 為什麼我會說出這種話 你好奇怪喔 我們去排隊 有賣子的包裝 也有拿著一隻的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這麼多日本女孩子 拿著一隻小黃瓜 走在路上死 不只日本女 一些白眼的女生 也都拿著啊 嗯 都是女生拿著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女生比較會吃青菜啊 喔 原來是這樣喔 好甜喔 沒有很特別 換我來吃吃看 我也不懂欸 但是像你說的清爽 清爽但是有點鹹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清水寺 那清水寺呢 它是在京都這邊 歷史最悠久的一個寺院 欸 那個那個是 那個是塔 可以這樣說吧 好吧 它是在西元七七八年建造的 那這邊因為像是戰爭啊 或者是災害 然後所以就有多次的修建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在1633年 德川加光將軍的時候呢 所重修看到的羊毛 那這裡要進去清水寺 要在這邊先買票 一個大人去死白宴 好了 買到票了 走 不行吧 好啊 那這個呢 好啊 在我們後面的這個呢 就是清水寺的本盤 它裡面呢 洞洞著一尊 裡面的清水寺 外面延伸出來的這個清水寺 它是用很多跟十二米的樹寺 去立起來 從那邊看 像拍過來呢 就可以看到它是很懸空的樹寺 然後旁邊這邊 就是地主神聖 它就是有兩個石頭 然後如果閉著眼 從一個石頭 走到另外一個石頭的話 那是怎樣 就戀愛運通順囉 哈哈 但它現在在整修當中 對 不然這邊是不是會非常多人 對 非常多人閉著眼睛 去一顆石頭摸到另外一顆石頭 我就做過這件事情 來 你要的小蘭跟新衣的拍照點 就在這裡了 就是這裡啦 對 大家都在這邊拍照 在京都它旅遊的旺季呢 是春天跟秋天 所以就是現在 不是 我們現在已經過了春天了 對 春天的時候就是粉紅色 秋天的時候就是紅色 整片紅 整片粉 你看下面這邊就可以看到那個柱子 十二米高的柱子 全部都用柱子立起來 好酷 然後在我們前面的這個英雲庫 可以看到它這個泉水 它就是從英雲上面 流下來的水 自從這邊開通以來 它就從來都沒有乾燥 據說這個泉水呢 有鹽鹽異獸啊 或者是願望都可以圓滿達成 有些消息這樣子 怎麼樣 又喝到這裡就是啊 喝起來感覺不好 好酷喔 好酷喔 用沾的啦 晚餐我們來吃這間 在京都車站11樓這間的壽喜燒 它叫做Morita Young 在網路上大家很推薦 對 說它吃過最好吃的和牛壽喜燒 這麼誇張 好 在這邊 我本來覺得很貴 但是看了我們位置還有裡面的服務生之後 我就覺得是價錢好像可以 再吃走 吃走到底 view超好的 這一間呢在京都有好多間分店 然後我們選擇是在車站上面的這一間 因為呢 外面太冷了耶 太冷了啦 對啊 看看 吃view跟服務生 我們兩個人坐在外面猶豫了好久 到底要不要進來嗎 對 因為大家最便宜的要五千五夜 我們來吃 開開是先來一份甜菜 有三種 有牛肉 然後還有這個小章魚 還有這個我還沒吃 這個我還沒吃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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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也是很好吃 這個油花比較多的汁真的是 充滿很多的油脂 可是它如果是只有一份兩片 大概可以這樣 兩片這樣的話就蠻少的 但我覺得它是大片 很大片 這個大概是一份的份量 它一份才0.33磅 對 所以我很珍惜的在吃 我現在來吃一下第二塊 看一下剛才上一塊的差別 上一塊的顏色比較淡的 它比較嫩 入口幾句話的那種 但是這塊也是很好吃 也是很好吃 那我們現在吃完晚餐了 那剛才那一節我覺得 好吃是好吃 但是份量有點太少了 對我們兩個人來說可能剛剛好 但是如果說對正常食料的男生的話 一定會覺得太少了 但我覺得它不是一間必死的店 但是它可以是一間來京都 所以想要來嘗試一下京都的受洗燒的話 可以來嘗試的一間店 然後夜景很漂亮 不過聽說有一間是在老宅裡面的 那間可以去試試看 好那我們現在呢 要繼續去逛街 在車站的對面呢 有基安的殿堂 它開到12點 可以繼續逛 走走走 真的是玩不累 然後我們搭台灣火麻這班飛機來啊 就覺得這一整片的時間都還蠻多的 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一樣 其實才第一天喔 好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明天要去藍山 對 好晚安 這基安的殿堂開到12點 所以呢 它適合可以當最後一個來逛的一個地方 是就好 我會照顧一下 食物 我會照顧一下 有 我會照顧一下 誰